马玉玲 女21岁 辽宁人 大连海社大学本科财务管理 法学专业 主队老师好 人力资源专家 12位老板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马玉玲 21岁 来自辽宁安山 是一名即将毕业于211高校大连海市大学的应届本科生 采用管理 法学 双学位 在校期间曾获得四次奖学金荣誉 任校学生会主席团成员 校辩论队队长 曾率领队伍获得全国大学生税收辩论赛团体继军 有过两次实习经历和一次创业经历 今天来到非女莫属的舞台 希望寻求一份销售类或者助理类的工作 我希望把自己的青春朝气和满满的正能量带给大家 也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与支持 谢谢大家 老师你好 这是我的简历 我看你的第一印象 我想起了我小学班主任 真的吗 那应该是我的荣幸咯 你嗓子是坏了吗 我嗓子是我知道参加非女莫属 我亢奋激动了后几天 尖旧 以前不是这样 当我刚做完做介绍的时候 我还是挺忐忑的 特别感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给我特别热烈的掌声 然后也让自己对老板的点评 又多了一分期待 你学的是财务管理法 学专业吗 对 为什么不找和专业对口的工作呀 我觉得财务和法律 是对于一个未聊职场人来说必不可少的两项技能 所以我虽然没有从事本专业的工作 但是我曾经系统学习过这方面的知识 是我将来成为职场中的一个优势 这跟销售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我大学中其他的一些活动培养了一些能力 更能够在销售这个岗位上发出价值 一次是在教育盆训机构做过课程顾问 业绩怎么样 是在15名实习生中位列第一名 你有没有这个总结一下 为什么你销售的这么好 首先第一点我够勤奋刻苦 首先我在时间上肯比别人花更多的心思 第二点我能够深度挖掘客户的这样一个需求 第三点亲和力 不是外形占了很大的优势 好吧 然后第四点是我注重跟客户的一个维系和保鲜 怎么保鲜 就是时常跟成交之后也时常跟他们联系 比如说节假日 天气一暴 就是这种生活中的 很多人把销售看得特别简单 其实销售是一个技术含量特别高的一个工作 因为它需要非常缜密的逻辑性的头脑 我觉得它的相对来讲逻辑能力还算比较强 它知道如何去正确地去做一件事 小马也算给你个建议 因为应届毕业生值得问的就是两方面 一个是读书期间的经历 第二呢就是实习的经历 读书期间主要指学生工作这一块 因为这两块呢你都涉及到 所以我在想就是小马 你待会儿再介绍自己 呈现自己的技能和性格的时候 讲你自己能给别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故事 因为这是各位老板看你的潜质的最重要的依据和来源 来之前有没有了解过这些企业 有了解过 最想去哪家 优生教育 还有吗 其他都可以考虑 家里是哪里啊 辽宁安山 辽宁安山 那你这次就业的岗位地址有没有了解 我希望是在北京其他地方也可以考虑 对 那你要求薪金多少 薪金我希望是六千 然后销售和 助力 助力 对 行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选择 大家会给你留几盏灯 第一轮选择去货流 全流 谢谢大家 天生我有才 天生我有才是 把一段PPT 来解释一下 第一部分专业学习是财务管理法学双学位 并且学习的还不错 虽然不是个学霸 但是也表明了 我还能学得进去习 愿意学习 也会学习 并且财务跟法律的知识 也是我的一大优势 下一页谢谢 这一页展示的主要是我的社团活动 第一张图片就是刚才提到的辩论赛 那么四年的辩论经历 主要的培养了我 第一个独立思想的能力 不是人云语音 第二个是我更加的懂得倾听 因为你只有倾听 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 自己在说什么 第三点就是一个材料搜集的这些能力 而第四点是最外在的表达能力 和临场的应变能力 下一页谢谢 这个是我两段实习经历 第一段的教育机构的销售专案的经历 已经说过了 第二段小米体验顾问 这份实习我主要是感悟多了一些 第一点感悟是 我第一次感觉到作为一个销售人员 当你对你自己的产品 或者是公司的企业文化足够认同的时候 销售就变成了一种使命 一种责任 你有义务让自己的产品 认为更多的人所熟知 第二点我总结是 做工作要用功 用心 用情 因为你真的动了感情 把你的客户当成你的亲人之后 当你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真正帮助到他们之后 那种幸福感 是要比前约带来的成就感 更能够打动我的 这一页展示的创新创业 是我自己做的一个项目 叫做客舍孟之家 它是专业提供高校周边 小型客舍订购服务的 我学习它为糖花一线吧 它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点是我刚开始做的时候 小型客舍还是一片蓝海 我们是市场的补充者 第二点是我提供了一些 只有我们大学商 才能提供的附加服务 比如说对于新生 这种优秀学长 一对一的咨询服务 第三点就是标准化 把我们的流程 进行统一的标准化 使它能够在所有的高校 进行复制 当然糖花一线之后 失败的原因 我从学了两个 第一个就是现在 大型团购网站 对小型客舍市场的侵占 当然最主要的 还是包括我在内的 内部团队 到了大三的时候 都有了 觉得更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所以对项目的 精力也不是那么多 所以这个体现了我 第一个是抗打压能力比较强 第二个是我面对失败之后 这种冷静的处理态度 和乐观的心态 谢谢大家 这是我参加 非你莫属以来 听下来最扎实和最真实的 这个PPT的演讲 所以听下来就感觉非常踏实 非常好 我会一直关注你 给你留灯 谢谢 好 谢谢您 你那个创业项目 是什么时候的事 这个项目的构思 是我从大一入学的时候开始 那你比番茄来了 这个还早 这个创业就说你一二年就有 对这个创业 你有没有参考什么国外的文献 或者说一些创业的模式 然后 对当时 当时有搜索过一些 有没有完整的一个调研报告 有 有一个大概在 八十月左右的一个创业计划书 它其中包括可行情报告 其实我给这个 来面试的求助者提一个 这个小小的建议 就是有的PPT是太烂 有的精彩的PPT 最好把一些附加的文件也带来 其实你如果今天你那个 我们看看你那个八十多页的调研报告 如果你有出彩的地方 我觉得你的底薪不是六千的起薪了 可能是五位数以上 其实你的这个精彩啊 我感觉你这个复合型的人才 在这个年龄实在是太难能可贵了 从你全局的这个高屋建林 到你落地的这个复合型的这个知识构架 到你最后能整合资源的这种才能和天分 我觉得也许啊 你不做连锁经营 取材和客戏了 中国需要你这样的连锁的 未来的这个巨型 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这么这么那个夸奖吧 我这么一夸这个高度 我们没法夸了 老板肯定是高看我了 现在的能力还不够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对我这个支持和肯定肯定是我 未来职场中一个长久的行动力 我会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 我希望真的到十年或者二十年 我需要成就的时候 我会再有机会和这位老板 当面说一声感谢 是当年他对我的鼓励和支持 让我走到这么远 刚才有三个男人夸奖 三种点评 你最喜欢哪个点评 我肯定是喜欢陈总这样的 不是因为今天它是我的目标企业 而是希望我在工作和生活中 也希望听到这样一些 有建议性的意见 有建设性的话 对 第二喜欢谁的点评 第二喜欢杨总的 那最不喜欢的就是那个巨星的 是吧 选手不好意思说呀 选手还谢谢你 给我说我这巨星 你有点高看我 其实他最不喜欢的 就是最后一个 这个不关系 关系不大 因为任何一个老板 都是从你这个年龄走过来的 我觉得心中有这个梦 有高远的志向 使你跑得飞得更快 好高大商啊 舞台有多大 梦想就有多大 所以您对我的动力 可能是最持久和最深眼的 所以三家企业当中 如果让你现在选 你会选谁 优胜教育 第二选择是谁 第二选择杨老板这里 第三才会选择他 对不对 但是我相信你最后的选择 未必是这个结果 所以说马屁要不要拍到马腿上 你知道吗 马云林 我就说到现在 一直发现你的全是优点 你能不能说说 你的缺点是啥 我的缺点是 我的缺点是 他的缺点就是没缺点 我的缺点是 我很难拒绝别人 你不会拒绝 有人追你吗 可能他们追的比较 方式比较隐晦 隐晦 就是还没让我发现 还没让你发现 你今天说的这种隐晦 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安慰 这样小马 这个看了你的PPT 听了你的谈话 我觉得你的四年 首先是学到了东西了 跟很多人学了四年 不知道学了什么 完全不同 但是小马 我给你一个 一个小的建议 就是孙总这种老板 尤其是你需要提防的 哪种老板 他这种人呢 就是半年就捧杀了 你看刚才 你明明做得不错 但是他说你是巨星 所以说什么事 值得你做 这点是尤其需要 就像他这个年龄 能把这个时间 安排这么好 英语 财务 再加法律 我觉得真的难能可贵 我觉得这样的人才 我们适当的鼓励和引导 是正确的 我们有这个发现人才 所以说小马 小马 你是个很优秀的人 千万不要被像孙总这种 这种人给捧杀 这个他是真的是 来误导你 如果说以往 那些追你的人 追得很隐晦 今天终于有一位老板 追你追得很大胆 是吧 就是考验我 是不是真的会拒绝 但是突然之间 受到这样的青睐 你也得小心一点 是吧 来 第二轮选择去火流 五盏灯 好的 谢谢 来 我们来听一下 他们推荐什么职位 从黄奇名开始 我们给你的岗位 是叫招商加盟专员 给你的职位 是一个360手机出手的 一个用户运营 伯洛尼呢 提供一个 50宅互联网软庄的 市场营销专员 KPG给你留的岗位 是全国加盟中心的管陪生 输出方向有几个 第一个是管理储备干部 第二个是营销专员 第三个是培训讲师 KPG欢迎你 好的 谢谢 我给你俩岗 一个是我们总裁办的 管理培训生 是希望你去做 财务方面的方向的工作 那另外一个是 我们加盟连锁事业部的 管理培训生 可以往营销方向走 我给你提供的是 我们分厚资本投资的 这个超级在线 一对一三号网的 教育顾问的角色 不管其他的老板怎么看 我希望你能够 不放弃你自己的 这个走的这个路和选择 我给你的这个职位呢 是目前北京管理公司的 这个经理助理的职位 因为你前面有 你的社会实践 和有你的创业经历 未来我就为你 特意的给你留出 总监助理的特别通道 如果你能够 践行你自己的成长历程 让我们看到你的才华 尤其在连锁方面 这个一定是你可以把握的 谢谢 好的 谢谢 你热血沸腾吗 还好 别那么热 来的 剩下来的七盏灯当 终灭掉五盏留下 两盏做好准备了吗 嗯 从今天开始学会拒绝 因为不会拒绝 是一种廉价的善良 去吧 好 谢谢你 你好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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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明一展 他到底会走向谁呢 陈哥 谢谢你 哎 有请孙明 陈浩 谈前不上感情 请写下你们的薪酬 你是不愿意多走那一步 还是拉了一个陪练 没有 是这样 如果我选择杨总的话 杨总跟陈总这边 我肯定是选择陈总的 所以相当于这一轮 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 但是我选择的是 两个不同的行业 不同的岗位 我自己还有一个考虑的空间 嗯 聪明 还有自己的考虑 但是还是有一个是陪练 是吗 没有没有 试用期六千 你这边七千是 正式录用还是试用 正式的 来 有什么问题要问 想问一下陈总 您觉着我在大学期间 如果多做了哪些工作 或者是哪些能力 哪些方面的能力有提升 您会考虑为我加薪 嗯 好问题 冲着问问题 冲着问问题 我主动给你加吧 谢谢你 这个问题本来就加分 你的问题产生价值了 嗯 我再问一个吧 就是问到两位老板的 您觉着您最看重我的一点 和觉着我进入职场 最需要改变的一点是什么 嗯 非常好啊 再加500 其实他们加钱是因为回答不上问题 我真的 这个图来 我真是 因为也录了这么多年了 我觉得就 就在这个环节 问问题有水平的 你还真是第一个 是季星的水平吗 In the future 我觉得 这个我不想把你捧太高啊 因为很多问的都是 能不能加钱 跟抢劫似的 你这个问的还有技术含量 来 两位老板回答一下吧 你最看重他的一点 和觉得他身上需要改变的问题 我来回答你的问题 你身上唯一目前的 我认为的不足 就是你把你的资源整合得更熟练 这个需要你的一个历练过程 当然其他方面的不足 可以在实践中去慢慢补起来 其实因为管培生培养了几个核心能力 比如说组织能力 语言能力 沟通说服能力 还有创新能力 这些我觉得你已经在大学期间 其实已经储备了 因为我本身觉得学财务 对数据的这种敏感和掌控 还要你学法律的严谨 又加上你对销售的兴趣 我觉得其实你未来 去做一个项目管理 是很基础的起点 好吧 所以我觉得你问的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有价值 说明你是带着问题去工作 非常好 我不能再让你问问题了 再让你问问题又得涨钱了 没有问题了 15秒钟时间考虑一下 优胜教育锐普声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选择是 我提前两位新资 潜入到优胜教育是管理生的岗位 也是符合我的第一印象 也满足我对职场最开始的期望 谢谢大家